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也是 小飞侠Kobe Bryant昨天正式结束了20年的NBA职业生涯 自由时报则是报导 新政府人士总统府秘书长将会由林毕赵来出任 而国防部长则是内定冯氏宽接任 再来看到联合报的头条是 大巨弹争议台北市政府和远雄达成了解约的共识 不过后续买回所需要的金额等相关问题 还需要在协商讨论 大巨弹争议不断 台北市长柯文则在市议会背询首度松口将与远雄朝解约方向处理 而副市长邓家基13号也和远雄董事长赵腾雄见面 双方达成共识 大巨弹将进行解约 来共同合作推向这样的一个合一合理的解约的一个方式 细节太繁杂 所以双方呢也都同意各自指定律师拟定最后的定案 方向是朝那个方向嘛 那就这样走嘛 至于open your mind的嘛 就是我们总是保留各种弹性 但是大方向大概是确定 邓家基表示 包括解约之后买回所需的金额 以及未来大巨弹该由谁接手新建 将交由双方各自指定的律师团继续交涉 但是市政府会展现诚意 该给远雄的就会给 传出大巨弹建价约370亿 远雄也表态希望市府先信托一定金额 保障双方权益 你要来跟我们买东西 然后让我们看到钱 你有钱能够买 我们才能够建价才能够卖给你嘛 那你把钱拿出来放在 没必是信托银行 没必是先放好 那我们来进行建价 至于节约的期限 邓家基表示 将一双方律师团协商的结果 并没有外传六月底的期限 未来有任何人愿意接手大巨弹 市府都会表示欢迎 明年市大运 也已经确定 不会再使用大巨弹的场馆 记者小朋友组台北报道 你双方律师团协商店 你很明显 我完全没关系 你低下